嗨大家好,我是Nick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我平常拍攝室內這個場景的相機配置 那我底下會用一個腳架 然後它是有雲台的 那上面就是我的主要的取景相機USR 我的麥克風就在上面 然後透過我的這個錄音介面然後再LINE給主要的相機 然後我站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那個熟悉的場景啊 我就是坐在這裡 然後後面會開燈這樣 開個燈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LED燈 這個燈光的部分我以後再詳細做介紹 那今天只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其實我相機是怎樣放 嗨哥好,我是Nick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平常我在這個房間的自拍的配置 主要就是相機的腳架的部分 那就是你剛剛看到的這一款 這一款是由浩哥所推出的一個 全航空旅材質的金屬腳架 那我本身就是透過它來架設我的主要的相機 然後放在桌上進行拍攝 那因為它是這個鋁合金材質 非常的穩固 即便是我裝了大鏡頭 怎麼裝了相機 它還是非常的穩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外型 頂部的部分是一個雲台的設計 上面是一個快裝板 然後它是39毫米的結構的一個快裝底板 非常的小 不過因為我們一般相機呢 如果裝了這個拍攝的手把呢 都是可以直接放進來的 這樣子 對,所以說是非常方便的 那在雲台的頂部呢 可以看到旁邊有一些刻度 可以輔助你來使用 旁邊也有一個水平儀 方便你校正水平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一個球型關節 那這邊是一個旋鈕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靠近這個身體的部分 就不能轉了 其實它這個是可以拉出來 拉伸的設計 我們固定起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拉伸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轉不過去 比較高級的旋鈕設計 它都是可以拉伸的 那這個球型關節的部分呢 固定起來穩定性非常的高 我使用起來非常的放心 那再來我們看底下 腳架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鏤空的設計 那這些鏤空的設計呢 它附了我們三條 這種固定用的束帶 你可以把它拿出來 從這個開孔的部分呢 給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 你再繞回你的這個束帶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些固定用啊 或者是攜帶上 看你怎麼去使用 那另外我們可以注意到呢 每一隻腳架上面呢 都有兩個四分之一的擴充接口 所以三隻腳架就有六個 而且呢它是正反 你還要乘以二 總共十二個 如果你有像有這種 手臂啊 你就可以把它 轉到上面 那上面也可以放相機 旁邊呢你可以 放你的麥克風或者是手機 都可以 那如果你的麥克風 或你的閃燈呢 底下是沒有四分之一的接口呢 浩哥它也有推出這種 金屬的全金屬的這種冷靴的固定底座 透過它附贈的這個四分之一 過一個螺絲 還有這個六腳盆手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固定 那固定起來之後呢 它就在你的這個腳架上面 你不拆其實也沒有差 因為它的體積非常的小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把麥克風呢 你看固定在這個腳架上面 很酷吧 所以這個腳架的擴充性呢 我覺得是相當的不錯喔 它提供了這個束背帶的開孔 可以讓你攜帶啊 或者是固定在欄杆樹枝上都可以 那也提供了很多的這個四分之一的接口 讓你去做額外的擴充使用 那再來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個紅色的金屬環 你可能會覺得這應該是裝飾吧 不是喔 它是有功能的 什麼功能呢 你看一下我們的這個開腿的角度 張到最大是這樣 然後放到桌上就是這樣 那如果呢 你的這個上面啊 你承載的東西越高 或者是越重 你希望它穩固一點 你可以旋轉一下這個 紅色的這個環 那你就可以發現 它開腿的角度 可以完全打平 完全打平放在桌上 在完全打平的情況下呢 你上面承載的東西呢 就可以越重 然後就會越穩固 那再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這個鋁合金的腳架呢 它其實雲台 跟基座的部分 是可以分開的 上面是一個雲台 下面是合金腳架 那如果你像我呢 有這種獨腳架 我可以把腳架的部分呢 鎖到這個獨腳架的底部 好 那我就把它打開 那你看打開角度是這樣 其實東西越高它會越不穩 那我這時候我會選擇 旋轉 讓它完全劈腿 那我再把這個獨腳架拉長 我把它拉長 好的 你看到我拉到這麼長 那我把它放到地板上 接下來我可以把我的這個 雲台呢 鎖到這個獨腳架的最上面 好 鎖好之後呢 可以把我的相機 透過這個快拆的模式呢 把它固定到整個獨腳架上面 你可以看到 這麼高的拍攝錄影 然後平常不錄的時候 可以放著 或者是透過這樣放著呢 你可以讓你的拍攝過程呢 更加的輕鬆 所以這個腳架是可以分離的話呢 它的應用性更廣 你可以看到 它分開之後 可以讓我變成一個 這一種的獨腳架使用 所以這個腳架它的功能性上 除了最基本的承載相機以外呢 它可以讓我做額外的擴充應用 然後又可以讓它的整個架子呢 從一個小小的小腳架 變成一個 可以高達180公分的大的獨腳架 我覺得非常的棒喔 所以我出門呢 我幾乎都會在包包裡面 放著浩哥的這一款 全合金製的這個 金屬三腳架 額外還會帶著這個獨腳架的桿子喔 這樣可以讓我在拍攝的時候呢 我需要桌面三腳架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使用這個浩哥的三腳架 那我需要站立拍攝 或者是需要拍比較高的位置 我就會搭配這個獨腳架的桿子來做使用喔 好啦 那今天的這一款 浩哥的全金屬的三腳架 就分享到這裡啦 之後我也會持續分享更多 我覺得還蠻有趣實用的攝影桌面配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你持續關注或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Nik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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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